这位扮相多变 演技精湛的纽扬个老太太实际上是一位中年大叔 她凭借男扮女装的搞笑段子在网络上走红 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从菜场买菜大妈到高龄老太太 从尼古拉斯到农村妇女 她轻松转换角色 展现出超凡的演技 有网友称赞她的表演堪比陈佩斯 甚至有网友表示她的表演水平 甚至超过了春晚上的演员 我要为你歌唱 为你歌唱 唱出美好吉祥 美好吉祥 这位大叔来自浙江省京华市 今年已经53岁了 他对模仿表演有着极大的兴趣和天赋 没有受过专业表演训练 却总是能够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尤其是她模仿老太太的表演 简直可以说是出神入化 她在菜市场穿着女装走一圈 摊主都会被她骗过 上一秒还是走路盘山的老太太 下一秒就变成了精神抖擞的农村妇女 她穿着红袜子 黑皮小胯包 碎花小短裙 走起路来神气十足 网友们纷纷称赞她的演技出色 甚至有人表示她是下一个赵本山 比陈老师还要厉害 就是这是衣服不像你的 您看出来了 这一看就像穿着别人的衣服吗 没错 我出来的时候太着急 随便摸了一件溜出来了 我也没试试合适不合适 你看再说你这个看人吧 老乡是在偷偷摸摸的看人 这我 我看人是偷偷摸摸了吗 你看看 没有啊 你看 要从眼睛中间看人 从眼睛中间 总之 除了演技高潮之外 这位大叔还非常多才多艺 能歌善舞 跳得出六亲不认的舞蹈 也唱得了名歌 她的一首韭菜歌 加上精彩的表演 让人拍案叫绝 在家里 她也是一枚开心果 给家人带来欢乐 看我 有没有那个气质 多少人为了生活 流进雪泪 有谁能够了解 这位大叔在生活中也非常浪漫 会陪老婆跳舞 还会为老婆暖脚 只要老婆不开心 他就会表演节目逗他开心 他还会和母亲一起组建乐队进行现场表演 现在这游家这真厉害 马上飘升了到了九块 我的九二七有你来加满 我的我的两腿啊 他都发软了 已经超过了猪肉家 这想象真是这太可怕 超出这粮食的五六倍 今年的汽油啊 咋就这么贵啊 有门的他半不敢错 一脚错掉那个肉家吗 现在我这步行也挺好 不但我这省钱呢 他还换宝 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 照料我一路前行 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相遇 你用暗号便是晴天 有网友认为 他是埋没在农村的民间搞笑人才 只可惜春晚导演没有发现他 不过对于这位年过半百 依然努力奋斗的大叔来说 这种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这种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明天我就要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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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搞笑表演 让我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 也能够放松心情 一起为他点赞支持一下 至于他的春晚之行 不妨留下一句评论 谈谈您的看法 这里是网红猛宠分享 请为我点赞并转发出去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 都会使我更加努力的 做出更好的作品 这什么玩意儿 你别笑 最后转眼的原因是吗